有聽過林亮君講那個他把吳徵破門的故事嗎? 就是有一次吳徵 吳徵第一次落選議員之後 非常沮喪他大失聯 然後林亮君找不到他 然後林亮君有一次真的找不到他 覺得完蛋了真的是 吳徵說要來上班怎麼沒來上班 真的等了好久都找不到之後 林亮君就直接找里長跟警察 去把吳徵家大門打開這樣 然後結果吳徵就出來 然後穿一條內褲說 欸我在睡覺啊怎麼會這樣 那後來有沒有怎麼樣? 後來沒有怎樣啊 但是如果吳徵要去告林亮君的話他是可以的 所以吳徵沒有想告林亮君嘛 他們後來吳徵就請林亮君進到屋子裡面喝茶 這在我們Podcast裡面有講過 那 這就是一樣啊 基隆內特破門 最後事後就是走去司法訴訟 事後就是走去司法訴訟 看你有沒有相關的法律責任的問題 那如果說這個謝國良 講他要這樣子硬幹 反正這一件事情 政府強制力下去之後 覆水難收 因為你破門那件事已經發生 那我們當然希望基隆市政府 他真的要有很好的法律上的理由 因為如果基隆市政府呢 他沒有很好的法律上理由 而是亂搞的話 抱歉最後的買單是全體基隆市民買單 因為如果內特告國賠 告國賠還成功了 或是基隆市政府他賠錢的話 是基隆市的士庫在賠錢 而不是謝國良個人賠錢 所以有時候我們經常講說 投票的時候要好好選 為什麼 因為你選出來的這個人 他要決定的是公共資源怎麼運用 當今天這個人做錯決定的時候 很抱歉 不是他個人付出代價 是大家一起付出代價 請問基隆net的問題 合約產權在沒有法院判決所受的執行名義下 可以直接請市府會同警方一起破門嗎 這是我法律沒學好 還是實務跟教授所交是不一樣的東西 如果你要請警方來破門的話 那你就要承受有可能被告 就是這樣 大家有講 那個 有聽過林亮君講那個 他把吳徵破門的故事嗎 就是有一次吳徵 吳徵第一次落選議員之後 非常沮喪他大失戀 然後林亮君找不到他 然後林亮君有些真的找不到他 覺得完蛋了 真的是 吳徵說要來上班怎麼沒來上班 真的等了好久都找不到之後 林亮君就直接找里長跟警察 去把吳徵家大門打開 然後就吳徵就出來 然後穿一條內褲說 我在睡覺啊 怎麼會這樣 那後來有沒有怎麼樣 後來沒有怎樣 但是如果吳徵要去告林亮君的話 他是可以的 雖然吳徵沒有想告林亮君 他們後來 吳徵就請林亮君進到屋子裡面喝茶 這在我們Podcast裡面有講過 那 那這就是一樣啊 基隆內褵破門 最後事後就是走去司法訴訟 最後就是走去司法訴訟 看你有沒有相關的法律責任的問題 那如果說這個謝國良他要這樣子硬幹 反正這一件事情 政府強制力下去之後覆水難收 因為你破門那件事已經發生 那我們當然希望基隆市政府他真的要有很好的法律上的理由 因為如果基隆市政府呢他沒有很好的法律上理由 而是亂搞的話 抱歉最後的買單是全體基隆市民買單 因為如果Net告國賠 告國賠還成功了 或是基隆市政府他賠錢的話 是基隆市的士庫在賠錢 而不是謝國良個人賠錢 所以有時候我們經常講說 投票的時候要好好選 為什麼 因為你選出來的這個人 他要決定的是公共資源怎麼運用 當今天這個人做錯決定的時候 很抱歉不是他個人付出代價 是大家一起付出代價 就像台北市 是柯文哲雙城論壇的100萬呆帳 還有城市博覽會濫用第二玉備金的呆帳 那個陳佩琪拿出存責要付有用嗎沒有用 因為我們不會接受私人來付這個款項 都是誰付 都是廣大的台北市民一起來付 所以投票投完之後不是結束 投票之後做得好大家一起好 做不好的時候是大家一起承擔 更多介紹社民黨跟對未來交流黨員什麼期許 我們以後再找一個專門的時間來講 講這個社民黨的事情好 不過我覺得 我必須要坦白跟大家講 現在社民黨最大的課題其實就是如何的活下去 因為在這次選舉結束之後 我們社民黨還是沒有取得國會的席次 所以一樣就只有苗博雅一席台北市議員 那只有一席直辣市議員的政黨呢 其實要生存是非常非常困難 那最近我們也有跟一些 黨裡面其他的黨員幹部有討論過 然後接下來到底這個黨還有沒有更 有沒有可能去找到更多的資源去做更多事 不過 能夠維繫住現在這個小小的屋簷 維繫住現在這個小小的招牌 已經是我能力當中所能夠做到最多的事情 那至於你想要了解社民黨的理念的話 其實你看我就好了 因為我還蠻有自信 我還蠻有自信 我在政治上的作為呢 應該都是完全符合社會民族 社會民族黨的理念 這個 IWIN 把牽涉到兒童的這個性的畫面 創作下架建議下架這件事情 他問題的根源是來自於 法條所規定的文字是運用了 評價性的不確定法律概念 這是法律上的專門名詞 評價性的不確定法律概念 評價性的不確定法律概念 經常會衍生很多問題 比如說 我們舉另外一個案例 另外一個案例 何謂猥褻物品 何謂猥褻物品 散佈猥褻物品是有刑責的 那可是什麼是猥褻物品 大家有很多不同的定義 所以這當然也牽涉到出版的自由 牽涉到創作的自由 那麼我們的司法對於猥褻的定義 其實就長期以來有很多的爭論 甚至司法院大法官都有做過解釋 在解釋何謂猥褻 那我禮拜一解釋完之後 我看到網路上有些人誤會我的意思 他說苗博雅談這個問題 他去扯什麼刑罰的散佈我一些物品 所以不是 你聽錯了 你再去仔細聽一次 我講的是 評價性的不確定法律概念 本身就會衍生在實務上執行的困難點 就像 俄哨性剝削防治條例裡面規定的 所謂的 足以引起性欲或羞恥的圖畫 什麼叫做足以引起性欲或羞恥 它是一個不確定的東西 它是一個不確定的東西 同樣的一個照片 給我看跟給你看 可能引起你的性欲 但沒有引起我的性欲 那這樣它算是有沒有引起人的性欲 你不知道嘛 所以 真正的問題是出在 俄哨性剝削防治條例的 評價 評價性的不確定法律概念 能不能夠再把它更具體化 你要把這個標準更具體化 你才能夠讓人知道說 什麼有彩線 什麼沒有彩線 你才更能讓人知道說 什麼東西是彩線的 要絕對禁止的 什麼東西是彩線 但是你只要加適當的警語 或防護措施就可以的 什麼東西是沒有彩線 你可以自由的傳播 自由的散步的 你要有很明確的標準出來 這個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呢 就是針對於 針對於牽涉到具體個人的影像 跟單純的是用畫的 或者是用AI生成的影像 可能要有不一樣的標準 可能要有不一樣的標準 因為 一個東西如果是在 一個東西如果是在 在實體牽涉到實際的人 都 過於模糊的標準 那更不用說 你要把它套到創作上面 那只會衍生更多的困難 所以如果我在 立法院的話 我大概會從我剛提到的 這兩個面向 去檢視 相關的兒哨性剝削防治條例裡面 有沒有 法規的定義應該要在更清楚一點的地方 然後有沒有可以把 牽涉到實體的人 牽涉到真正實體的人 以及呢 純創作是無中生有 憑空創造出來的 的這兩個東西 分開做不一樣的規範 那很可惜就是 我不是立法委員嘛 那在這邊也只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樣的想法 就是 詞曲 李博星 李博星 李博星